最近,俄罗斯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苏道57战斗机,它那一部从T-50到苏-57的宣传片,全方为吴宝流的介绍了苏道57的颜值细节。 片中苏道57现任总设计师米哈伊尔斯特列茨对中美俄三国五代机性能进行了评价,声称世界上符合五代机所有特征都只有苏道57,其他国家的战斗机都没有达到全部特征,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根本达不到俄罗斯的标准。 米哈伊尔斯特列茨进一步指出,F-22和F-35都不具备夺用途能力,F-22只能空战,没有对地对海能力,F-35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不具备超级动性,苏-57在所有能力上都超过美国战斗机。 苏-57编号的含义,就是F-22加F-35等于F-57,也就是F-22加F-35的能力之和等于苏-57,而对于中国研制的坚负-20和坚-31这两款五代机,这位总设计师连提到媒体,赤裸裸的武士,苏-57就是这么牛逼,这不是段子。 当2017年T-50被命名为苏-57的时候,就曾传出F-22加F-35等于苏-57的书法,如今正经百八的,从苏-57现任设计师的嘴里说出来,还带着无不傲娇的口吻,让人在次领叫了毛子嘴上忽悠功夫的厉害。 之前俄罗斯飞行员就曾指出,歼-20不是五代机,因为没有现代化发动机,如今苏-57总设计师直接无视歼-20,将无数网友无法继续忍受。 中国网友的评价也是一针见血,苏-27加苏-35等于苏-57,这才是现实,靠扁低别人抬高自己,但也不能没有底线,没有节操。 苏-57总是整理的五代机标准是,隐身能力,超激动能力,超硬素巡航能力,导致起降能力,强大的探测能力,强大的电子设备和内置弹舱携带武器的能力。 既然他也认为隐身是第一重要,那么就来说说苏-57的隐身性。 苏-57的隐身性是公认的糟糕,包括美国人也认为只有0.4平方米。 这里有一个段子,说到年苏霍一言之凿凿,的声称F-22的高CS是0.5,造成神兽苏霍一影响的沈飞没有跟隐身作为第一性能。 还和毛子一样还认为,五代机只是四代机的加强版,因此需要强悍的格斗能力。 故而沈飞的血肖,采用了三一面布局,导致和歼二十的竞争中惨半。 如果真的如此,沈飞无疑是被毛子坑了。 苏-57最大败笔就是直通式进气道。 虽然俄罗斯人在片中声称采用了弯道这档设计,然而由于进气道太直,真看不出有什么弯曲。 肉眼还是能看到发动机叶片。 另外苏-57在进气道前缘的大边条上搞了折弯设计。 平时收起橙水平时边条一部分,用石碗去放下这档部分进气道,虽然还有点创意,但也会造成进气量大大减少,并大幅增大了飞行阻力。 鸡身机动性的同时还会压低机头,造成操控困难,更像是无奈之下的妥协和补救措施。 小货也好不到哪去。 同时苏-57的做工在五代机中也是最烂的,机体上的接缝是五代机中最大的,接缝都没有采用矩翅设计。 尤其是腹部弹汤部位的接缝更大,大的能神剑手指。 而机腹下的Ost光剑探测系统也没有采用多频率延伸设计。 另外电站系统别人家,都是集成在机体内的。 而苏-57有时还外挂电,占掉舱出来飞。 而从苏-57屡见不鲜的外挂导弹看,俄罗斯人估计就没把苏-57当成隐身战斗机来用。 这和苏-57的弹舱是两段试试剂有关,弹舱简切短,而外挂导弹就和四代机没啥区别了。 这究竟是五代机还是四代机? 全世界的五代机都是更重视敌核探测性,利用强大的主被动,改制能力,发起中远程攻击。 只有苏-57更强调近距离格斗能力,在俄罗斯的眼里超视距攻击估计没有格斗靠谱,眼光还停留在四代机的水平上。 这也和俄罗斯在中远程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研制上落后有关。 目前欧美都已装备了流星、AIM-120D等新一代中远程主动雷达空空导弹, 以及新一代MICAL-AIM-9,安逸红外成像制导格斗导弹。 中国也研制了有人墨制导固体双脉冲火箭发动机的第四代P-15中远程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 P-10红外成像格斗导弹这对组合,俄罗斯刚刚推出了R-77-1主动雷达制导导弹。 从俄媒报道看,R-77-1性能对表美国AIM-120C5和中美欧新一代空空导弹必有不小的差距, 而新一代红外成像格斗导弹,俄罗斯还在研制中。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